大家好,我是阿忠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款酒店里面泡发腐竹的小翘门 腐竹是个好东西 它含有丰富的软粘质,钙,铁和蛋白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多吃腐竹 腐竹虽然好吃,但是我们在泡发的时候很难泡发 往往会出现夹生 要么是泡得太烂了,没有口感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小翘门 是你泡出的腐竹,软嫩抠弹,省湿又省力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工 好,我们在操作腐竹的时候 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选购腐竹的小翘门 我们在选腐竹的时候 一定要选这种有豆腥味的 不要选太白或者是发黑的 更不要发霉的 没有豆腥味的有可能是我们买的腐竹不太纯 发白的要么是用药水泡过的 或者是被熏过的 发黑的更不要要,发霉的更不要要 好,下面我们把腐竹处理一下 首先我们把腐竹给它剪成段 增加吸水性 使腐竹快速的泡发 再加入少许的食用碱 食用碱能快速分解 药物贪流 我们为了保证更加的安全 所以加点食用碱 食用碱也可以提到 辅助食用盐 泡加速泡发 腐竹的时间 然后我们加入30度的温水 大家一定要记着不要加冷水或者是热水 加冷水的话 泡发不了,容易夹生 泡热水的话容易腐烂 没有口感 然后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能快速的泡发腐竹 然后我们找个盘子给它盖着 整个泡发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配料 香芹切成小段 红椒我们切成细丝 青椒切丝 大葱切丝 切好 装盘备用 蒜少许 做融 好 做好备用 大家看一下 泡发时间到了7分钟 看一下 这样不会加生 而且口感又好 然后我们给它多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 把里边的碱味给它去掉 好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腐竹 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准备下一步操作 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烧开 我们下入腐竹 给它焯一下水 焯水的时候不要焯得太烂 焯得太烂的话 反而没有口感了 稍微焯一下就可以捞出了 好 烧开之后我们关火 然后捞出过凉 视频看到这里了 请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腐竹穿空水 过凉之后 我们用来炒 或者是凉拌 都可以 都是非常美味的 好 下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一款 非常好吃的做法 我们把水分给它控出来 把我们提前切好的配料 放入腐竹中 剁好的蒜蓉放进去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鸡精三克 味精两克 白糖一克 食肉盐两克 香醋十克 生抽十克 辣椒油适量 喜欢吃辣的话就多放一点 小墨油少许 然后我们快速搅拌 五六七八下 好 焯拌均匀之后 我们装盘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装盘完成 现在我替大家尝一下 软状口弹 非常的好吃 好 各位老铁看一下 我们泡发的腐竹 不加生 不碎烂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口弹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 转发 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